等比數列的應用體通常不多 那會出現的呢 就像這一題 放射性物質的衰變 還有數字的分支 細菌的分裂 還有紙張的對折 線段的對折 就這幾種而已 那老師就一種一種做給你看 那我們就先從這一題開始 來 某放射性物質重256公克 半衰期為兩年 期就是期間嘛 有效期間嘛 像我們吃罐頭上面都有效期間有沒有 就是它規定的時間 規定的時間是兩年 那半衰 半衰就是會什麼 會衰敗 會減少的意思 那半就是減少一半 所以就只剩二分之一 所以半衰期的意思就是每過兩年 它的重量呢 會衰敗變成原來的二分之一 所以這句話其實是告訴你 算法 算法 經過兩年 它的重量呢 就要乘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剩一半 剩一半 聽得懂 那再過兩年 重量又變一半而已 又乘二分之一 又過兩年 重量又變一半 所以又乘二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過程 它就是算法 聽得懂 接著呢 六年後 那你已經知道半衰期是兩年 就是每兩年 每過兩年呢 它就要變一次啊 聽得懂 所以六年六年你是要變幾次 變幾次 每兩年你就要變一次變一次嘛 每兩年變一次 所以六年就是要變三次 懂不懂 所以它就會從256開始變嘛 經過第一個兩年 所以呢 就要乘二分之一 啊 所以256乘二分之一等一二八 再過兩年 又乘二分之一 所以剩六十四 再過兩年 又變一次 又乘二分之一 所以剩三十二公克 所以就找到 六年後剩多少 剩三十二公克 找到了 很簡單有沒有 所以記起來半衰期半衰期 就是它中間的過程 過程就是它中間的變化 一定要記起來 中間的過程變化 算法 會不會了 那請問你 最後剩下一公克 剩下一公克的時候 是經過多少年 所以來看這邊 256 你要一直變 一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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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到最後等於 一公克啊 那我請問你 256 其實你是要背起來的喔 它是二的幾次方 它是二的八次方 二的一次等於二 二的兩次等於四 二的三次等於八 二的四次等於十六 二的五次等於三十二 二的六次等於六十四 二的七次等於一二八 二的八次等於二五六 在這裡 二的八次二五六 二的九次五一二 二的十次一零二四 這個你要背起來啦 你才對這個數字有感覺 聽得懂嗎 所以二五六 二五六 是二的八次 八次八次 那你每經過一次 每經過一次 就要乘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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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經過一次 每經過一次 就是乘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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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喔 那你二的八次乘二分之一 那不就是變二的 二的七次 再乘一個二分之一 又約掉一個 所以變二的六次 所以你每乘一次 你每乘一次 是不是就約掉一個二 所以這裡就開始 慢慢變少 變少 變少 有沒有 再變少 那你從二的八次 開始乘二分之一 變七次 再乘二分之一 變六次 再乘二分之一 變五次 再乘二分之一 變四次 乘到最後一 一不就是二的零次嗎 那你不就是把八 開始 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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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減減減減減 減到最後變零嗎 零次嗎 所以這裡一貫會有 八次嘛 那每一次 每一次是經過幾年 兩年 所以呢 二再乘以八 所以是經過了十六年 找到了 或不會啦 再來換這一題 某實驗室培養細菌 每經過一日 每經過一日 一天喔 會增為A倍 增為A倍 這個 這句話 你看得懂嗎 增就是增加嘛 所以就是變多 那為就是變成為 就是變成是什麼啦 那變成是什麼 A倍 所以呢 你就可以找到 每一天每一天的變化過程啊 所以經過一天一日呢 它的數量 它的數量 會變成 會增加 會增加 變成為A倍 所以乘A會不會了 所以你是不是找到中間的過程 變化 算法了 懂嗎 那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囉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 它一定有一個數量的細菌嘛 然後開始培養嘛 經過一天之後呢 數量就是變成A倍 再經過一天 數量又是變成A倍 再經過一天 數量就是變成A倍 所以這裡已經是 這裡已經是 一天 兩天 三天之後了 所以三天之後是在這裡 那剛好就在這裡 三天之後它告訴你是 是 16000啊 那再經過一天 是又變成A倍了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這裡講的四天之後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四天之後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這裡講的三天四天呢 是指這裡經過的 經過一天兩天三天之後 四天之後在這裡 懂還是不懂 啊如果它是告訴你 第幾天第一天 那就是這裡喔 第二天就是這裡喔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喔 所以第幾天跟經過幾天是不一樣 你要特別小心喔 懂不懂 這裡是經過一天 經過兩天 經過三天 啊這裡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的數量 第四天的數量 第五天的數量 懂還是不懂 意思不一樣搞清楚 好再來 那他問你A怎麼變化 好簡單喔 你從這裡看就看得出來啦 啊乘什麼會變成6400 所以呢 16000 乘以A會變成6400 那A不就是等於6400 除以16000嗎 啊所以答案等於4 所以每經過一天就是變成4倍 每經過一天數量就會變4倍 每經過一天數量就是變4倍 會不會了 會了齁 好再來看第二小題 那一開始一開始這裡呢 那你就算回來就好了嘛 啊所以呢 這裡是乘以4 乘以4 變成他 啊你現在就算回來 算回來 算回來就好啦 所以16000除以4除以4除以4 不就回來這裡了 所以16000除以4除以4除以4 一個兩個三個回來了 一個兩個三個回來了 啊所以呢 你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箭頭怎麼變 箭頭怎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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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畫出來 這樣子你就比較容易懂題目 會不會了 就知道他給你什麼東西給你什麼東西 怎麼去算的 那如果你要用公式的解法呢 老師也寫給你來看這邊 好公式的寫法呢 你只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每一個數字都編號碼 這裡叫A1 這裡叫A2 這裡叫A3 這裡叫A4 這裡叫A5 會不會 啊所以呢你看這邊 A4經過一天兩天三天之後 叫做第四天 第四天 第四天有一萬六千隻 第五天 有六萬四千隻 所以有號碼 有數字 還記不記得公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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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要有號碼有數字 有號碼有數字 你才可以去找公比啊 那公比的號碼差 等於數字相除 所以公比叫做R 號碼差就是5-4 5-4就是1 再來數字相除 你剛剛是5-4 所以這裡就要變成 六萬四除以一萬六喔 六萬四除以一萬六 除完不就等於4嗎 所以公比不就是找到就是4 就是中間的變化了 所以A就是等於4 找到了 會不會了 其實這題你有沒有發現 第四個第五個 第四個第五個 不就乘一個公比來的 所以不就馬上找到就是辨識倍 所以這題也不用 用公式就可以馬上看出來 就是辨識倍了 會了嗎 好第二題呢 找剛開始 剛開始 剛開始 所以一開始的數量在這裡 就是找A1 A1我不知道多少對不對 可是我已經知道什麼 我已經知道其中一項 A4等於16000 我也知道公比是4 所以呢 一樣用這個方法 公比的號碼 X4-1等於3 等於數字相除 所以16000除以他 他不知道我叫S好了 除S 那公比你已經知道是4啦 所以4也放上去 所以4的三次方 4是16 16乘以4等於64 所以64等於16000 除以S 那除S翻過來變成S 所以64S等於16000 那再把它除過去 16000除以64 所以呢等於250 找到了 會不會了 所以你也可以用公式 可是這一題 數量並不多 所以呢我建議你直接用畫圖 我就可以算不要用公式了 除非他問你 他問你什麼 請問你 第100天之後 100天之後的數量 你還慢慢畫 你還慢慢畫箭頭 是不是太慢了 所以這時候你才要用公式 第100天 是不是你要從第一天開始 變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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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到100天你要經過99天 會不會了 那第一天你已經知道是多少了 是不是250 所以就是250 再乘以4的99 這個就是第100天之後的數量 所以他如果問你很多天之後 很大很大的數量你才用公式 要不然你就直接慢慢畫箭頭就好了 懂了嗎 再來換對折問題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張紙 一張紙 完整的一張紙 當我對折的時候呢 注意看 他就會出現 兩小塊 這邊一小塊 這邊也一小塊 所以會有兩小塊 那這兩小塊呢 都是原來的二分之一 你只有原來的一半 他也只有原來的一半 看得懂 所以會變兩小塊喔 那每一塊是原來的二分之一 好再來 我如果再對折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變成 四小塊 一二三四四小塊 那每一塊的大小 只有原來的原來的四分之一 所以四小塊是四分之一 聽得懂 好再來 我再對折 然後呢 打開給你看 現在會變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小塊 所以每一小塊是原來的八分之一 八小塊八分之一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一開始是完整的一大張 那你對折 之後 會變出兩小塊 再對折 又乘以二變四小塊 再對折 再乘以二會變八小塊 所以你不就找到規律了嗎 那你在看題目 對折五次呢 那不就是要五個箭頭嗎 那不就是要五個乘以二 五個乘以二不就是二的五次方 所以最後呢會出現幾小塊 好簡單喔 就是乘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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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五次嘛 所以就是二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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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乘 那1乘以2乘以2乘以2要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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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几个2会变成128 那128不就是2的7次 那表示这2你要乘到七个吗 每乘一个每乘一个的时候就是指对折一次呀 所以七个不就是对折 七次找到了会不会了 所以畫箭頭、畫箭頭、畫箭頭 找怎麼變很重要喔 來,換繩子的對折 給你一條彩帶 對折一次 並沿著折痕把它剪斷 所以呢,題目很長 我建議你一邊畫圖 一邊去理解題目 所以有一條彩帶 然後我先把它對折 所以要先找到中間 好,對折 然後沿著折痕把它剪開 所以呢,拿剪刀把它剪開 所以本來的一條是變兩小條了 對不對 本來一條變成兩小條了 再來 那兩小條在這裡 我再把它頭尾對齊 頭尾對齊有沒有 然後把它疊好之後再把它對折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再拿剪刀 把它剪開 那本來這裡是兩條啊 那你剪開之後這裡會變四小條 四條更小的 所以恭喜你找到箭頭了 箭頭就是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對折 剪開 然後把它對折 剪開 那你觀察數字是不是就是乘以二 乘以二 會不會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做題目啦 剪第四次 第四次 第四次 剪第四次 那要幾個箭頭 是不是要四個 對不對 所以要四個箭頭嘛 所以第一題要四個箭頭 一個 剪一次 剪兩次 剪三次 剪四次 所以每一次就是乘以二 乘以二 乘以二 那你一開始是完整的一大條 那你乘以二 乘以二 乘以二之後呢 一共就會變 二二四四二八八二 十六 會變出十六小條 會不會了 所以第一題 十六 找到了 第二題 你原來是一大條 對不對 再來你要開始剪啊 剪一次就是要乘以二 剪一次就是要乘以二 一直剪 一直乘以二 那乘到後面要怎樣 要一百段以上耶 這裡要一百以上耶 那你一乘以二 你一乘以二 一乘以二 不就是二的次方就出現了 那二的幾次方 你會大於一百條以上呢 大於一百呢 那你就要變了嘛 所以二的一次等於二 二的二次等於四 二的三次等於八 二的四次等於十六 二的五次三次二 二的六次六十四 二的七次 二的七次 是不是等於一二八 是不是就是大於一百條了 所以你乘以二 乘以二就是要乘七次 那乘七次就是要減七次 聽得懂了 所以第二題也出現 會了 再換第三題 那如果彩帶原來的長度 是四百公分 四百公分 那減五次 減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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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乘以五個二 聽得懂 啊所以呢 一乘以二減一次 再減一次乘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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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所以就會減成三十二小段 那原來是四百公分 你平分成三十二小段 那不就知道每一小段就是 等於十二 點五公分 就找到每一小段的長度了 會不會了 所以呢 畫箭頭 畫箭頭 找怎麼變 找怎麼變 很重要 所以你只要碰到等比數列的應用題 你一定就是要找箭頭 懂不懂 換這一題 有一棵樹呢 它很自律 因為它成長是有規則的 什麼規則 每天會在前一天的每個枝頭上 長出兩支新枝 所以呢 會長出兩根新的 而在下一天又長出兩根新的 長出兩根新的 會不會了 那每一支新的長度 均為前一天的三分之二 所以這裡是十八公分 那隔一天 不就變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十八乘以三分之二 就是等於十二公分 那在下一天呢 在下一天這裡呢 這裡是不是前一天 十二的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等於八公分 會不會 懂它的意思嗎 每一天之後呢 會長出兩根新的 那再過一天又長出兩根新的 聽得懂了 那每一根新的呢 都是之前一天的三分之二的長度 所以要把前面乘三分之二 前面乘三分之二 會不會了 接著它說什麼 第五天的時候呢 會長出幾支新的枝牙 那每一根新的枝牙的長度 是多少 所以我要開始去找什麼 找箭頭 我都跟你講過 只要是有規律 有規律的變化 找箭頭是最重要 那這一題呢 有兩種變化 一個是長出來的數量 那另外一個是 它長出來的長度 所以要把它分開 所以我們先找數量 我們先找數量 我們先找數量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是只有這一根而已 對不對 第一天只有這一根而已 那再經過一天 第二天的時候呢 是冒出來這兩根 對不對 就冒出來兩根新的了 那到第三天呢 是冒出來這四根 所以就是從這兩根 從這兩根 再乘以二冒出來的 所以每一個箭頭就是乘以二 乘以二 乘以二 那你現在是第五天啊 第五天 那第五天 要幾個箭頭 它規定這是第一天耶 第一天只有一根耶 主幹耶 第二天就冒出來新的枝牙兩根耶 第三天就是冒出來四根耶 所以這是第一天 這是第二天 這是第三天冒出來的 再來呢 再變一次 就是第四天 再冒一次 這裡才是第五天 懂不懂 所以一共會有四個箭頭 所以四在乘以二這裡就是等於八 在乘以二這裡等於十六 所以呢 所以會長出十六之心羊 懂了 那再來我們要找它的長度 長度 那原來是十八 那過了一天 過了一天到了第二天 出現的長度是十二 啊是不是要乘三分之二 那再過一天到第三天 又是乘三分之二 所以這裡是八 那再過一天 這裡叫做第四天 那冒出來的薪資的長度 是不是前一天的三分之二 所以這裡不就是等於三分之十六 可是人家是問你第五天 所以你還要再經過一天 所以到第五天 所以再乘一次三分之二 所以這裡等於三三九 十六乘以二 三十二 所以第五天的心羊的長度在這裡 會不會了 所以要分清楚數量怎麼變 長度怎麼變 再來就是小心第一天什麼樣子 第二天什麼樣子 第三天什麼樣子 會不會了 所以到第五天 第五天就是要變四次 變四次 會不會 所以畫箭頭很重要喔 再來箭頭會有幾個 會有幾個 你要小心讀題目 懂不懂 再看第二題 第幾天 第幾天的時候 他的長度呢 他的心肢的長度 會小於一公分 會小於一公分 那第一天 第一天是十八公分對不對 再來 第二天 第二天是第一天的三分之二 所以要乘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十二 再來 第三天再乘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八公分 看得懂 所以你就要一直乘三分之二 乘三分之二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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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幾個之後 這裡就會小於 一公分 那小於一公分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分數的意思 小於一就是分數啦 可是它是存在的 它會冒出來啊 所以它是存在的 只是很短 所以呢 它是不到一不到一 所以是分數 那分數的時候就是什麼 分母會比分子大 所以你就要一直 乘乘乘 乘到什麼時候 分母會比分子大 就知道是第幾天了 所以我們來看 十八 乘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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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呢 這個約掉六 這個約掉二 所以這裡乘完是 九分之二四四二八 八二十六 十六乘二三四二 對不對 好 再乘三分之二 就會變成 再乘三分之二 所以等於二十七分之六十四 啊所以分子 分子還是比分母大 所以還沒完 再乘三分之二 好 再乘三分之二 所以會等於 八十一分之一二 二八 啊分子還是比分母大 所以還是大於一 所以還要繼續乘 再乘三分之二 等於二四三分之二五六 差一點點了 所以再一個 就乘了 所以再乘三分之二 所以等於七二九分之五一二 是不是就小於一了 所以你一共要乘一個兩個三分之二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 你一共要乘八個 那你乘八個就是到 第幾天出現的新亞了 你乘一個已經是第二天 乘兩個已經是第三天 乘三個是第四天耶 那你乘八個 那是已經到第九天了 所以這個是第九天 找到了 會不會 所以要小心喔 是人家問你是經過幾天 還是問你第幾天 啊這裡呢 這裡是問你第幾天 第幾天 那已經是乘完之後了 所以乘八次 乘八次之後是第九天 那經過幾天 是經過八天 所以你要 你一定要看清楚 題目人家問你什麼 一定要特別小心 會號